一位港妈网上分享曾经遇上两名爱佣 但都是不欢意散 直到遇上这位100分好姐姐 令楼主每日安心上班 不用为家庭的事而废神 而且姐姐狠学狠做又老实 会由书或影片中学会很多广东菜 而且姐姐放假出去很有交代 跟不会断乱 令楼主非常放心 其实姐姐早已可以回国退休 不过她仍决定继续与楼主相处和互相照顾 疫情前姐姐的母亲和儿子先后到港浏览 楼主更一尽地主之宜 亲自接待并驾车带她们到处游换 更允许外傭家人到她的住所居住 好让她们互相照顾、互相形式 楼主直言 我离婚不久又无助时遇到这个姐姐 她就像我亲人一样 大家互相尊重、体谅对方